蜂糖漿的生产从冬末开始,此时白天温暖,夜晚寒冷。 这种温度波动导致糖枫树的质液流动。 彩佛树木需要在树干上钻孔并将树液收集在桶中。 收集到的质液在大型蒸发器中煮沸,以去除水分并浓缩糖漿。 制作1加卵糖漿大约需要40加卵树液。 仔细监控煮沸过程,以达到所需的浓稠度和风味。 一旦糖漿达到适当的密度,就会过滤除去杂质,然后装瓶出售。 包装过程包括在填充前对瓶子进行加热消毒。 封糖漿根据其颜色和风味进行分级,以吸封糖漿最淡、最细腻,以吸封糖漿颜色更深,更浓烈。 加工后,封糖漿即可上市。 它通常在农场摊位和农贸市场直接出售级消费者,也透过经销商出售级货店和特色食品店。 从树质到糖漿的过程是一个劳动密集过程,依赖风糖漿生产商的技能和经验。 如果你想购买正宗的风糖漿,你应该注意以下几点。 首先,检查标签上是否有100%唇糖漿字样,并避免使用任何标有风味糖漿的产品。 你还应该尋找标签上的等级,例如A級或B級,它表明了糖漿的颜色和味道。 A級通常颜色较浅,味道较温和,而B級颜色较深,味道较浓。 另一件需要考虑的事情是糖漿的原产地,加拿大和佛蒙特州的风糖漿以其高品质而闻名。 购买风糖漿时,最好从信与良好的来源购买,以确保你获得正品。 你还可以尋找认证标签,例如佛蒙特州风树印章或加拿大风树印章, 这表明糖漿符合特定的品质标准。 最后,考虑向以前购买过正宗风糖漿的朋友或家人尋求建议。 遵循这些提示,你可以确保你购买的是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的正宗风糖漿。 一找出标签上的纯风糖漿一词, 这表明它完全由枫树汁制成,不含任何添加剂。 二,检查标签上的等级。 A級代表味道最清淡,最细腻,而B級质味道更浓屈,更浓屈。 三,阅毒成分标。 正宗的风糖漿应该只有一种成分,枫树汁。 四,选择玻璃容器而不是塑胶容器。 风糖漿会慢慢降解素料,影响其味道和品质。 五,尋找信与良好的品牌或直接从当地风木生产商购买。 六,警戒異常低价。 正宗的风糖漿需要一个漫长而昂贵的过程, 因此极其便宜的选择可能不是正品。 七,注意颜色。 不同等级的风糖漿具有从金色到辛苦拍色的不同色调。 八,考虑起源。 佛蒙特州、魁北黑省和安大略省以其高品质风糖漿生产而文明。 九,避免使用标示煎饼糖漿或风利糖漿的产品。 因为他们通常行有人做甜味剂和香料。 十月读评论或尋求经验丰富的风糖漿爱好者的建议。 请记住,正宗的风糖漿提供了独特的风味体验, 因此值得花功夫去尋找真正的风糖漿。 享受者款美味的天然甜味剂的纯粹精华。